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继续说这些在繁殖的病毒和未接种者体内病毒同样具有传染性 这意味着接种疫苗者可以传播病毒并传染他人 他说德尔塔变种病毒在已接种和未接种疫苗人士鼻腔内的繁殖程度是不相上下的 高病毒在两表明传播风险增加 他指一项初步研究在突围感染上发现上述两点 而这突破11年感染病毒的意思是接种疫苗的人无法产生足够的免疫力 在接种后仍然发生感染 诺西山指出说之前在印度医院美国马萨诸塞州普罗威斯顿以及芬兰的研究 也显示德尔塔变种病毒的突围感染后 人体鼻腔内将具有高病毒载量 不论有关人士是否已接种疫苗 他说更重要的是尽管有突围感染的可能性 并能够感染他人 但接种疫苗者能够免受严重感染和丢命 而且有助减少入院及加护病房的使用 他呼吁说所以请接种疫苗 诺西山我国的特病毒传播迅速较早前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在面子上上贴文指出 德尔塔变种病毒正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 呼吁人们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待在家里并限制行动和大型聚会 在面子书上 他发文表示 德尔塔变种病毒是国内主要病毒 并建议人民遵守所有标准作业程序 重要的是戴口罩 避免密密的不良通风的空间和拥挤的地方 他说请接种疫苗 我们依靠具有严格遵守和高纪律的公共卫生措施 以及疫苗接种带来的内在保护 在面子书上 他也转发世界卫生组织气数总监范科霍 Maria van Perkove在7月7日的谈话 另一方面 范科霍福在谈话中提到 非洲、中东、欧洲、东南亚和西太平洋 都出现病例增加 另外 他列出四个导致病毒快速传播的原因 分别是变种病低入自身的传播性 社会融合和流动 不适当使用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 以及新冠疫苗分配不均 他也提到 所谓的社会措施不是封锁 而是涵盖个人和社会的干预措施 包括戴口罩 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保持人身距离等等 他指出 明智的必须使用所有的个人措施来降低传染率 同时必要有一个可以灵活变通的强大政策 可以适应当地的情况 他说我们必须尽自己所能 来降低感染率 目前病低于控制着我们 我们必须尽快夺回主控权 无论已接种或未接种诺西山 DELTA能在人内繁殖 感谢大家观看 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我们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